哈喽,首先亲爱的你还好吗? 我是宇宙无敌超级肥宅的主播,泰彩呀 在电影飞速发展,加作从出不穷的90年代 她以无厘头的搞笑喜剧杀出了一条血路 成为了许多8090年代的人心中的白月光 泰彩虽然是灵灵后 咳咳,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但还是阻止不了我超爱星野电影的步伐呀 今天泰彩就给大家解说星野早期的一部作品 《无敌幸运星》 电影开头,朝老爷不孝的大儿子 以堪比咆哮弟马锦涛的声音 咆哮着叫朝老爷修改遗住 咱们姑且叫他咆哮哥吧 咆哮哥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不孝子 他为了遗产不惜勒死自己的老爸 他还有个特殊的癖好 不让自己老婆嚼口相当 幸好在朝老爷只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他老弟朝二爷赶到 二爷老当益壮 一看就是一个恋家子 三下五除二的就把咆哮哥给解决了 朝老爷临死之际主作二爷 想办法把他的女儿菲菲从法国带回来 继承他的家业 然后因为不是主演 所以说完台词朝老爷就断气了 星野饰演的幸运星 是一个贪财的小混混 他骗四家侦探四眼仔说 自己的老婆给他戴了绿帽子 要他去勾引他老婆出轨 就不用赡养费了 还说找四眼仔是因为他是全香港最帅的四家侦探 阿星,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四眼仔也是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人 终日沉迷于自己的美貌不能自拔 他爽快地答应阿星去勾引他老婆 然后再让阿星去捉奸在床 阿星告诉四眼仔桌上发牌的女人就是他老婆 然后四眼仔自认为很帅的 不停地向发牌妹抛面眼 发牌妹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四眼仔 心想这不是傻子 就是得了肝眼病的傻子 阿星趁机在一旁吸钱 没错是真的在吸钱 还吸得满嘴都是 但还是被赌场的人发现了 被带到赌场老大面前审问 而老大正是朝二爷的儿子大傻 大傻虽然人多势众 但却对得起他的名号 被阿星当猴一样的耍 大傻估计是脑壳挖了 他居然在被耍中感受到了阿星聪明狡猾 估计前嫌地与阿星达成合作 请他去偷遗嘱 然后加上自己的名字 吴俊如饰演的是一个向往爱情 单纯无知 以捡垃圾为生的女人 绰号垃圾妹 垃圾妹可以说是很惨了 明明就穷 还要遭遇渣男骗钱 把钱骗走就算了 还一脚把她踹到了海里 垃圾妹用亲身经历告诉广大女性 不要亲信男人 男人的话要是能信 那猪都能上树了 钱始终要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垃圾妹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不但没有死 还摇身一变变成 潮家的大小姐 潮飞飞 因为与潮飞飞长相十分相似 所以咆哮哥想让她 装成自己的妹妹 混入潮家 取得二爷的信任后 篡改遗嘱 垃圾妹受够了没钱的日子 经不住荣华富贵的诱惑 便答应了咆哮哥 趁二爷去机场 接飞飞的空档 阿星潜入了潮家 脱遗嘱 还没得手 二爷们就回来了 情急之下 阿星穿起女佣服 伪装成女佣 不得不说 这更暴露自己好吗 又不是在泰国 试问谁会找一个这么壮 有猴杰 有胡杂的女佣 被二爷发现后 机智的阿星 怎么可能就范 他胡说八道 说自己追了飞飞十几年 来这儿就是为了和他告白 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飞飞是假的 你只能复合着说 认识阿星 阿星将继绣记 装作流血回来 且文武双全的公子哥 前方百计的追求飞飞 因为搞定了他 就相当于得到了 潮家的家产 但随着与飞飞日积月累相处 阿星渐渐真的爱上了他 而飞飞也深信爱情的蜜堂中 两个人可谓是两个亡黎 云翠柳 一行白鹿上青天 丑二爷见两人真心相爱 立马为他们着手准备婚礼 咆哮哥见垃圾妹迟迟不得手 就彻底咆哮了 给了他一包毒药 要他给二爷下药 毒死二爷 垃圾妹最终没有下手 因为在他假扮飞飞的日子里 二爷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 让缺乏亲情的垃圾妹 感受到了家人的温暖 好笑哥意识到人还是得靠自己 于是在飞飞与阿星的婚礼上 戳穿了他们 倒打一耙的说 是二爷为了得到遗嘱而使的诡计 把二爷阿星一人一网打尽 阿星一行人被囚禁了起来 但咱们阿星是拥有主角光环的人好吗 早已修炼出不死之身 则会轻易勾待 这小小的牢笼怎么困得住他呢 他带领二爷垃圾妹和大傻 成功的逃了出来 此刻好笑哥正在游艇上开派对呢 不明白他的派对为什么没有一个美女 全部都是大老粗的男人 好像瞬间明白了点什么 阿星凭借无敌的主角光环 成功抢回了遗产一大盒钻石 曹老爷为了剧情发展 把钱都换成了钻石 也是为难他了 电影结局 阿星和垃圾妹都做回了真正的自己 成为了一对幸福的恋人 毕竟真实不伪装的自己才是最快乐的 里面好多演员都可圈可点 好喜欢吴君如和周星驰演一对 为星爷和我们的青春 马可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财财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